哈喽大家好,我是酷子 看到我手上的狗枪了吧 没错,有了新的生物科技加持 连狗子也能做成武器了 传统的狗子在MC中 已经不能满足全部需求了 在爱狗科学家们的努力下 他们终于把狗子开发成了两款强力武器 狗子现代枪和黑狗炮 其实证明的是我自己起的 只不过觉得和CS中赖中的黑龙炮 有着一曲同工之妙 可以看到这个狗枪 开火时可以发出低吼声 极具威胁性 用这玩意儿烧怪 死了后直接就是熟肉了 非常之方便 但是这玩意儿 是用到了天顶性的科技嘛 直接可以在水底发射火焰 所周知 火的燃烧需要满足三个条件 可燃物、助燃物和火源 显然水底的狗枪并没有满足 嗯,这一定是游戏特性 在MC的世界中 被火灼烧只需要扑通一声跳进水里 就能幻醒为夷 然后在这狗枪发射出的地狱火面前 管理是在陆地上还是游泳 亦或是潜水 通通烧光 少年和我前进契约 成为FFI团团园吧 火宫虽然看着炫酷 但是击杀效率并不高 莫德中的另一把武器 狗子线弹枪 可以完美地解决你的火力不足综合症 轻轻扣动扳机 十几颗散射飞弹轻松交作人 哎哎咋射到自己了 看这玩意儿继承了一般游戏中 线弹枪的共同缺点 出速低 射程短 散射也特别大 但是弹速也未免太低了吧 冲刺装的下到我 都能轻松追上自己射的子弹 不知道的还以为在玩合金弹头 玩MC我向来是不杀鸡的 应急吃鸡肉的话 还有鸡率食物中毒 但今天既然有了这黑狗炮 现烤几只鸡吃室 也是个不错的想法 哎哎 僵尸出现了 看火 这火攻的效率着实有些不行 换用喷子两喷带走 和苦力怕保持安全均定 也不再是啥难事 众所周知喷子在游戏中 一般附带了击退效果 打僵尸必备 我靠 这黑狗炮的火焰速度 未免有些太慢了 打移动马真心吃力 还是狗的现代枪使用 僵尸越来越多了 我哪个去 真是湿山湿海 即使有大范围伤害的喷子 也难以招架这么多的事情 像僵尸骑着机制过来了 真是鬼畜 这场面着实震撼 我去 遇到了死不痛 希望喷子能抵挡得住这些僵尸 机体效果真牛皮 哎哎我去 抵挡不住了 要玩要玩 这狗枪握势丢出去 还可以直接变成狗 看来这枪是真的狗 好的那么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 希望我的视频不妨点关注支持一波 我是酷子 我们下集再见